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再次出现的林俊贤满头白发 曾经满含笑意的双眸变成了时间沉淀下的故事 都说人生如其 走错一步 满盘皆输 他却说一切都是生活的馈赠 落子无悔 林俊贤是家族里的异类 虽然出身于商业世家 却对经商毫无兴趣 他一心想成为偶像达斯汀·霍斯曼那样的实力派演员 1982年 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报考了第十一届无限议员培训班 初中的外貌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让他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和梁朝伟 欧阳振华 周星驰 吴振宇成了同学 培训班毕业之后 全班七十多人 只有二十成功签约留在无限当演员 林俊贤就是其中之一 林俊贤刚出道不久 就和刘德华合作了电影《林奇》 林俊贤在《林奇》中的出色表演 让TVB高层记住了他 娱乐圈一直有句智力名言 小红靠捧 大红靠命 林俊贤或许就是那个天选之子 命中带红 1985年 刘德华想将发展方向转向电影圈 这与TVB安排的路线相反 因此被TVB血藏 之后 相貌演技俱佳的林俊贤则成了TVB力捧的对象 一年后 林俊贤和黎明合作了电视剧《男儿本色》 他凭借徐湘这个角色一夜爆哄 被观众们评为香港第一美男 并一步成为了TVB一线演员 思源好到爆炸 之后 林俊贤还和王祖贤陆续合作了《法中情》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影视剧 一度和王祖贤成了荧幕CP 自此 林俊贤的心路仿佛开了外挂 一路顺风顺水 彼时他同期的同学中 吴振宇还在街边卖玩偶 周星驰在儿童台当主持人 也只有梁朝伟能和他并肩 1993年 林俊贤和张曼玉合作了《飞跃迷情》之后 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秦深到来生》 没多久他又签约了邵氏电影 成了影视歌三期全能艺人 彼时他还放出豪言 一定要拿个奥斯卡奖 一时间 林俊贤在香港的人气远超刘德华当年 男女老少通吃 成了新一代偶像 坊间传言 女神林俊贤也曾败倒在林俊贤的盛世美颜下 据说当年两人一起合作时日久生情 林俊贤主动表白 没想到却被林俊贤拒绝了 只因为林俊贤当时一心想发展事业 1994年 林俊贤开始向台湾发展 出演了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 他演的李世民《风神俊朗》 一度成为很多影迷心中的白月光 他也凭借这个角色红遍海峡两岸 这部剧一度让他的事业走向顶峰 就在粉丝期待他能早日拿奖走向更大的舞台时 林俊贤却突然宣布赚够5000万就退出娱乐圈 是什么原因让林俊贤甘心放弃热爱的演艺事业呢 这就要从一段绯闻说起 1989年 刘嘉玲和林俊贤合作了电视剧《上海大风暴》 通常一部新剧享有热度 炒CP历来都是媒体炒作的首选方式 在《上海大风暴》中 刘嘉玲和林俊贤的感情线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于是在宣传的时候 剧组开始炒CP 电视剧是被炒热了 然而却给林俊贤带来了无尽麻烦 一次舞会上林俊贤和刘嘉玲跳开场舞 原本两人只是正常跳舞 结果当天就八卦报纸说他俩恋情曝光 在舞会上打情骂俏 好巧不巧的是 那次舞会许静亨也在 于是媒体抓住机会 开始大肆报道这段三角恋 彼时刘嘉玲和许静亨已经交往一段时间 一心以为能嫁入豪门的他 在一次节目中自爆 将和许静亨结婚 不想许家人不给面子 直接忽略没有这回事 许静亨本人不直接回应结婚事件 也不选择分手 总之两人就这样 藕断丝连 一直没有断干净 于是林俊贤 莫名其妙地成了第三者 因为林家和许家都在上界发展 难免两家会有交集 林俊贤只能出面澄清 和刘嘉玲没有关系 只是媒体一向不会听当事人的话 有一次林俊贤和刘嘉玲 一起去拍宣传照 工作结束之后 剧组人员邀请他俩一起去看电影 然而当天在电影结束之后 有记者拍到了他们一起从电影院出来的照片 第二天 林俊贤刘嘉玲约会看电影的新闻 就上了报纸头条 报纸上还配了两人一起出电影院的合照 这一下物证都有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爆出绯闻 林俊贤第三者的帽子是坐实了 之后又有媒体爆料 刘嘉玲当时的男朋友是梁朝伟 三角恋就这样变成了四角恋 为了撇清关系 林俊贤直接对媒体说 宁愿喜欢男人也不会和刘嘉玲在一起 被扣上第三者的帽子让林俊贤很反感 嘉玲也开始催他退圈继承家业 没多久他就宣布赚够五千万就退出娱乐圈 这下媒体又开始把他退圈原因归结为 爱而不得因情商退圈 这次的绯闻事件对林俊贤影响很大 也让他意识到娱乐圈是一个是非之地 为了能早日赚够五千万然后退圈 林俊贤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 五年拍了十七部戏 1996年他拍完电视剧 孙子兵法治战国传奇之后 正式退出了娱乐圈 然而可惜的是那段时间他只追求了高产 没有好好打磨角色 也只有李世民成了他演艺生涯中唯一的经典角色 退圈之后林俊贤投身伤海 只是他的好运气似乎也留在了娱乐圈 隔行如隔山 虽然林俊贤演过很多商界精英 但是现实生活终究不是演戏 彼时他万万没想到 投身商界会让他变得一无所有 1995年 圈外混血女友温迪陪着他一同前往台湾 彼时林俊贤在唐太宗里市民剧组拍戏 温迪就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 为他找当地美食 俩人恩爱的样子 曾一度让剧组的其他人羡慕嫉妒 只是当初俩人有多甜蜜 后来就有多虐心 林俊贤退出娱乐圈之后 火速和温迪结了婚并接手了家业 林俊贤虽然出身商业世家 但他经商的天赋着实一般 而他前些年又将精力都放在演艺事业上 天赋一般再加上后天努力不足 每多久因为经营不善公司破产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破产后林俊贤很长一段时间都一蹶不振 温迪觉得和他在一起 看不到未来 于是提出离婚 独自带着女儿去了国外 妻子离开让他意识到不能再颓废下去 他决定从头再来 带着仅剩钱去了投资公司 开始学习炒股 想通过炒股来翻盘 当时股票行情不错 没过多久 林俊贤就赚了一大笔钱 东山再起之后 他遇见了第二任妻子 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只是好景不长 金融危机爆发 林俊贤一个决策失误 股票赔了个金光 这次的失败让他精神压力过大 情绪不稳定 一点小事就能让他情绪失控 儿子在家都不敢大声说话 妻子忍无可认 带着儿子和他离了婚 没过多久 二婚妻子就嫁给了他的好兄弟 黄紫阳 还让儿子改姓黄 死后十多年 儿子都没和他亲近过 那年林俊贤47岁 一夜白头 妻离子散 身无分文 2009年有网友爆出 林俊贤在深圳 租一个月3000元的房子 和其他住着豪宅的明星相比 林俊贤确实稍显落魄 沉寂了几年之后 林俊贤决定重回老本行 2014年 他和苏友鹏合作了电影 《最佳嫌疑人》 电影上映后反响平平 曾经的香港第一美男 早已无人认识 之后他又陆续出演了 《白色修纸服》 《天才在左》 《风刺在右》等影视剧 不过都是一些配角 戏分很少 赚了一些钱之后 林俊贤在深圳 开了一家影视传媒公司 2015年 林俊贤抓住了互联网红利器 开始涉足自媒体和电商行业 每次出席活动 林俊贤身边都围着一堆网红 还因此获得了一个网红杀手的称号 眼看着林俊贤的商业帝国越来越大 随着年底的一次天灾 饮食行业受到冲击 他又赔了不少钱 61岁的林俊贤不得不再次进入娱乐圈重新打拼 2021年初 林俊贤还出现在地影《蛊惑风云》的开机仪式上 一头白发已经染成了黑发 还记得他之前说过 因为患有很严重的皮肤病 无法根治 所以不能染发 如今为了工作迫于无奈 他只能冒着旧病复发的风险 将白发染成黑发 尽管如此 林俊贤在《蛊惑风云》这部电影中 依旧只是一个配角 男主角是只演过网剧《欲望森林》的李胜雄 林俊贤的境遇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曾经的娱乐圈天选之子 如今却成了网红 沦落到给18线小演员作配 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 他还在打拼事业 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时常能看到他宣传自己的公司 以及影视剧 然而评论的人却寥寥无几 昔日男神已经成为过去 如今他社交平台的粉丝 才几十万 还不如一些网红人气高 在事业巅峰时期 他放弃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投身伤害 虽说这么多年 他经历了各种大起大落 悲欢离合 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自己曾经的选择 作家陆瑶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其实无非是矛盾 与选择的综合体 无关对错 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 在矛盾中做出选择 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 在外人看来 林俊贤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但与他而言 选择没有对错 即使错了 他也有勇气承担这些后果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分叉路口 每一个叉路口就像一个盲盒 没打开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 他是惊喜还是失望 惊喜也好 失望也罢 一切都是生活的馈赠 无论你选择哪一条 都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